謝謝 我先說背包,大家會比較精神 可以試一下 我先說一下背包 其實我很喜歡用一個文字 然後放在這裡 原因是因為我是一個藝文青 我是導演國文學 我很喜歡王爾德這句話 說Who being loved is poor 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心裏很溫暖 然後再看的時候覺得 咦,不是啊,很適合我這句話 你想一下,其實我們做的工作 我們買保險就是一份愛 你對你家人的愛 你對自己的愛 如果你買一份保險的話 你又怎會窮呢 先說一些關於我自己 詳細不說 怎樣入行的不說 看看上次的presentation 我本身是讀文學的 在畢業之後 最長的一份工作就是做保險 在一年的時候入行 現在就四年了 在行內 我就拿過兩個獎 在一三年的時候 拿過兩個financial planning的獎 為什麼會沒有再拿呢 就是因為這個比賽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互再參加 在一四年的時候 我就考到 CFP認可藏戶策劃師的資格 現在全香港 大概有五千多個 有這個資格的 保險理財的人 我在一四年的時候 就很幸運地有個機會 可以加入到NetLife 就去幫他們開他們的香港小手團隊 成為了天字第五號 好 其實很多會員就問我 實際的服務範圍是做什麼的 我就弄一個表給大家看 個人保險方面 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照顧大家的生老病死 就是家庭保障 雙病保障 扣優酬 救濟金 資產配件等等 我接下來一六年的時候 就會去新加坡 考慮保險牌 所以如果你們 有些朋友 有客人 要他們去考慮 新加坡那邊的保險產品 都可以跟我聊聊 有會員問我 其實一般保險 就是商店 你們做什麼 大家可以看看 好 今天主要跟大家說 個人保險 其實我們保險保障的範圍 主要是三個D一個L 那三個D呢 就是保障 如果你太早離開 家人怎麼辦呢 如果病了又怎麼辦呢 如果傷殘又怎麼辦呢 最麻煩的東西 是長袖 最近很多伯母就跟我說 就是 退休的伯母 和我媽媽一起喝茶的時候 就說 喂 退休了其實 長命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有錢勢和健康 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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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勢很大 所以今天 就專注在這裡 我們說 究竟保險害 如何幫你解決 這個太長命的問題呢 其實呢 最近 偶爾都 偶爾 都有很多報道 就是我們 很多的 有公司 和一些基金的公司 都會做一些調查 就是 香港人究竟 為你的退休 做了準備沒有呢 其實呢 很多調查都發現 大家都有 就是大部分人 都開始有選擇 或有做準備 但是不夠 或者太遲開始 可能大家 我見大家 遇到這麼多位都很年輕 對不對 可能都會想 喂 好像沒那麼快到我 我還有幾十年 可以慢慢玩 對不對 很年輕 很年輕 有沒有人覺得 強積金應該幫到手 是不是 政府迫我們 不行 強積金其實 最近那幾年會報 都不錯 對不對 但我和大家計算 一條數 我想問一下 誰有供強積金的時候 有做自願公盤 OK 不是很多 那我計算一條數 沒有做自願公盤那些 聽著 如果你是打工仔 或者你是老闆 就只有5% 如果你是打工仔 就老闆5% 加上自己5% 對不對 那假設 那個投資回補 就追到通脹 Exactly 是一樣 那就是說 10% 一個月 那就是說 一年10% 你每做10年 你的NPF 都是儲了一年的年薪 如果你是老闆 如果你是老闆 那就糟糕 如果你就會做20年 才有一年年薪 因為你只有5% 那我 還沒計算你是過了 那個cap 那些 就是過了300元 人工 然後供不夠 那5% 那些 那就是說 其實NPF 如果回報好 都只是養到你 3、5年的 所以 那所以呢 及早準備其他 的退休儲備 很重要的 那其實 退休儲備 有很多個方法可以做的 那我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覺得 如果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在退休之後 給你一個正現金流的 就非常之好 舉個例子 如果你能夠有幾乘樓收租 就可以頂到你的退休生活了 又或者你有一盆很好的生意 在你退休之後 都可以保持住 運動的話 那也頂到你退休生活了 那但是 如果你跟我說 喂 我又沒有什麼錢 去賣這麼多個樓 又 還有 其實我又 退休之後 又不是很想管那麼多東西 又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是有的 那其實 保健公司有很多的儲蓄計劃 可以給大家去考慮的 那這兩個是 就是我們 MAD Life 最好賣的兩個儲蓄產品 那一個叫 Blossom 另一個叫Oasis 那我打個中文名出來 就是因為讀一次 大家都會記得 那個名字太漂亮了 Blossom是叫日麗的 Oasis是叫做營日的 所以大家是會記得的 那這個時間關係呢 那我今天就給了 少少 日麗儲蓄計劃的 細節 大家看看 其實看這件事 究竟幫不幫到 一些人去儲蓄 然後 還有一個儲蓄呢 舉個來 一個十年的計劃 儲蓄一萬元一年 那 你記住 保健公司那些東西 是長線會報 那我們去到十五年 那個IRR就有2.99 IRR的意思是 例如說 計算這麼多年 那個平均的福利率 是2.99 20年有4.5 也挺好的 25年5.33 30年5.91 35年6.11 這是一個最差的情況 來的 因為如果你儲蓄一個短點的計劃 的話 那個回報又會快一點 又會漂亮一點 還有如果你賺多些錢 的話 又會有Premium 也會漂亮一點 但是呢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喂 你那個報告書上面寫著 那些紅利是非保證盤 那 那我作為客人 那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guarantee 我買了 如果到時我到退休的時候 沒得用 怎麼辦 那我這裡就解答一下 大家的問題 那其實呢 市場上面一般的儲蓄產品 有兩種的 一種呢 就是派保證紅利 它寫明是guarantee 那回報就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它買的那些 因為背後買的那些資產 是一些比較liquid的資產 比較容易可以賣賣 那相對地 那個回報就沒有那麼好 那剛才說的那隻 Oasis 迎日 就是這一種 就是派保證紅利的 那Average 在市場上面 找到最高回報的 就是3點多 那另外一種呢 如果你想要高一點紅利 它就要派一個 叫做非保證紅利 那總的回報大概可以到6點多 那就是剛才 介紹給大家的blossom 就是派非保證紅利 那非保證 那非保證裡面 其實我有些什麼保證呢 你買一些非保證的產品 其實就是 的意思就是 你只用保險公司的材料去做槓桿 那回報其實可以減 也可以加 如果保證公司的回報做得好的話 你又可以分開一些 所以唯一可以拿到的保證是 你要去了解那家公司 背後它的財力有多酷厚 它背後正在投資 在什麼資產裡面 那MAT Life其實可以給到 什麼保證我們的客人呢 首先我們在財庫500裡面是排39的 我們是大過Google的 是的 那MAT Life呢 也都被美國政府 列為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機構之一 就是說呢 如果MAT Life掉了的話 那那個金融體系呢 是會有問題的 就是政府是會舊的 不過現在打到公司 我們想撕掉這個名字 因為如果一有這個名字的話 那個資本要求就會高很多 那其實那個成本就會貴了 如果撕掉的話 那個會不會更加好 那現在我們管理的 管理的資產呢 就有超過 4700億的美金 所以 我昨晚是真的數過 有多少個零 是的 那剛剛在15年5月的報告呢 我們出了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投資 會不會更好過月期 那因為好過月期的關係呢 公司那個派息也都調整了 是加了給他人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背後買的什麼 我們其實是一個 很健全的投資 有買了一些 很多不同的金融產品 有不同國家的債券 也都有一些 其他的投資 還有MAT Life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買了很多美國的農地 那些農地 現在是真的 製造一些糧食的 那 那裏的回報是不錯的 那另外呢 幫我們拿到最大的回報 就是有一塊錢 就叫做 Other Limited Partnership Interest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買一些私人投資 一些私募基金 以及一些對沖基金 在過往幾年的回報 是平均拿到十三 即十二至十三年左右 那所以我們那些產品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好的回報 就是因為擺在這些地方 而要擺在這些地方 就真的要很大的錢 還有要擺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拿到很好的回報 那有儲蓄產品 除了剛才說 可以儲藏之後 還可以怎樣用呢 可以用來做教育金 也可以用來給公司 去做一些留財計劃 即儲了一塊錢 之後 給你一些很儲藏的員工 也可以 做資產配置也可以 或者做資產傳承 譬如有些客人有錢 他想在山的時候 我可以拿出來用 然後我離開的時候 我可以留給我指定的手藝人 那也可以做一個醫療儲備 有些客人會拿這些儲蓄計劃 去拿著一個醫療 那等他去退休的時候 就不用交那麼多的保費 好 那我需要的referral 就是打算在三個月以內 買保險 或者重新朋友 或者想在三個月以內 review自己的保險 和才會做好朋友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十二月 是真的有很好的折扣 希望他們可以快點去看一看 還有 有些朋友 他很想投資儲蓄 但又真的很害怕青 又很謹慎的朋友 那 還有 想將資產轉移到香港 或者新加坡的內地生意 還有 我有些合作對象都在找著 包括了一份保險的broker 醫生 Train Group的老闆 還有 升學部門 如果大家有這些朋友 請你們介紹給我 OK 謝謝 謝謝EO 美麗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